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来到11月8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独立股票人王伟豪 Ravi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Jocelyn和Ravi 昨晚联储局议息之后减息四分一来 美股三大指数连入破顶 美会会远返利安人民币都反胆 看到恒指夜期升超过200点 市场当然看着就是人大会议 今天闭幕有没有好消息出台 我会问Ravi两大关注点 就是大选之后 美国联储局的议息步伐 究竟是怎么看 还有人大今天有没有大例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宣布减息0.25厘 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市场普遍都预料12月会再减息0.25厘 美股三大指数创作即市新高 纳指首次收在19,000点上方 标指逼近6,000点大关 而道指先升后回 道指最多升过93点 收市微跌不够1点 报43,729点 标指升大约0.7% 报5973点 纳指升5.5% 报19,269点 中概股指数更加升到3.5% 而欧洲股市的个别发展 联储局减息 美债息亦下跌 十年期美债息曾经跌至4.31厘 美匯指数曾回吐大约0.8% 下施104.1的水平 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但升 澳元曾经升1.8% 日元升超过1% 欧元升0.9% 英镑曾经升大约1% 英伦银行一如预期减息0.25厘 但未有暗示会加快放松步伐 另外,上日创新高的比特币 一度回落超过3% 今价一度反弹近2% 有价亦求稳 美股 特斯拉一度逼近300美元关 修市部296.91美元升近3% Meta升3.4% 苹果和Google升大约2% Amazon升超过1% 芯片股活跃 NVIDIA在创新高逼近149美元 收市升2.2% AMD和台积电升3%至4% 超微电脑升1.2%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比港股收市升超过4% 美团升2% 折算布204.01元 腾讯亚里百度比港股 收市升超过1% 腾讯至算布435.76元 网易轻微偏远 北风控股ADR至算布73.61元 比本港收市价升1.7% 友邦升2% 港交索升1.8% 比亚迪亦升超过2% 看看今早上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暂时轻轻靠均 43,918点升8点 暂时期货变得不大 亚太区股市方面普遍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升0.7% 日经平均指数39,684点升303点 南韩股市升幅大约有0.9% 澳洲股市升幅大约有1% 至于港股表现都不错 黑旗现在380多点升幅1.8% 预示 稍后港股有机会都要高开 我们先和RB聊聊外围 最新消息 美国大选很快地陈外落定了 原本联储局议息也退了一天 所以昨晚有个结果出来 都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现在联邦基金利率降至4.5至4.75厘区间 没有委员投反对票 所以一致是赞同 以色声明的措辞来说 基本上都是不变的 实现通胀和就业目标面临的风险大致平衡 但删除了其中一句 就是对通胀正在可持续 潮注目标迈进更有信心 这句话 鲍威尔的技术在会议上也有提到 觉得高通胀都大幅缓解 努动力市场依然稳健 继续对于通过调整政策立场 通胀持续下降至2%是有信心的 他认为大选问题短期内 都不会影响到联储局的政策 当然他们都会看着财政政策 他说联储局12月的政策行动 现在未做决定 但在前景不确定之下 都可能会调整货币政策的步伐和目标 因为利率期货市场的数据都在估计 联储局12月都应该会再减0.25厘 而交易员都在压住2025年9月之前 会减息的幅度大约有一厘 究竟未来联储局未来几次的会议是 有没有机会放慢减息步伐 还是维持着每次四分一厘 尤其是大家最关注特朗普上场之后 会影响一个政策 有机会大家担心会推高通胀 会影响联储局的议息步伐 即是减息步伐 以至是究竟包开议仲可不可以在呢 记者会也有人问 他只是说no no no 即是不会辞职 Raby又自己怎样看 今次的议息会议 对于未来的减息步伐 有没有啟示呢 还有看到昨晚的美金 美债息也回回 那最近的升势究竟是升完美呢 我想昨晚的议息会 当然比平时一般都很遲了一天 即是因为大选也好 也好也好 可能都稍稍要让一样路 其实很多事都是等大选结果出门之后 这一两天才会见到的 无论是议息或是港人大上会 也是可能会过这些事件 当然也同意的 如果只是说大选来说 其实是比预期一般顺利的 结果 没有什么特别之有额外的 没有自外生之 有些事搞出来 都比较顺利的 所以大家的焦点 是可以很快地摆回 可能是书局议息 或者是香港人大会议 那些方向 就是一步一步去看 这些如何去走 如果你说议息会的结果 当然跟预期是一样 减0.25厘没太大改变 虽然大家 这次议息会 都是看会后报 对于可能是12月 或者是明年整体减息的预期 是怎样看的 虽然现在市场 议息会开完之后 今早看的利率期货 12月减多25点 就是减多4.5厘 有机会有6.7厘左右 其实都是占大多数少少 因为不减的只有三成多 但是百分比的变化 对于前一天未出现 结果之前 其实是跌了少少少 因为前一天 反而如果看预期货 有6.9厘或7厘 是估议12月减的 现在只有6.7厘或6.8厘左右 所以如果这样看 我自己又觉得 大家是不是对于 鲍威尔昨天所说的说话 觉得很减的 或者觉得未来很大 继续减的空间 可能我觉得也有机会 有点调整 当然这个是比较早的 因为跌离12月 意识继续成40天 其实当中有很多变化 甚至乎除了12月之外 究竟夏年 是否可能9月前 减到1厘多呢 这个也是要再看 而且刚才所说的 有几个因素 一来就是特朗普 夏年年初上场之后 究竟在政策上看 如何走呢 因为大家现在在估计 它的政策的确 很大机会 令到美国的通胀再回来 有机会令到减息 真的有难度 会否还要加息呢 其实也有人说过 所以我觉得 暂时说真的 是难判断 是否继续减下去 或者很大幅度减 我自己会倾向保守 而且反过来看 不要说是特朗普的关系 就算现在美国经济 大家经常说是减不减息 我认为有数据 就业数据 或者是经济数据 通胀等 没错 你所说的就业数据 上次的飞龙是 吓成大家的 只有1万多份 有空间减 这次的数据 肯定都减了 但是如果你看到 其他数据 其他经济面的数据 数据 其实又不是真的 差证不较习惯 所以我认为 从最高位 可能5点多 这两次减了 75点了 其他肯定有很多 我想有没有必要 再减得这么急 我觉得也可能 看一看经济数据 所以我自己反而 现在倾向 其实对于12月 可能未必减少 即是有机会 可能先停一次 还有 就像刚才说的 会后星明的说法 其实某些不说话 去删除 甚至说到通胀 都开始转出平衡 其实我觉得 这些着物点 都有这些可能性 当然这个会常变 其实都是看数据 但是我觉得 未至于这么乐观 觉得 未至于10月减 或者下定下 是疯狂的 但我想 现在市场 都会不断 因为数据去修正 这些看法 我觉得也未算太负面 至少你看到 昨晚对于美股来说 不是太大的影响 反正如你所说 可能看美金和美债 其实这两个东西 是比较有趣的 你看到美金和美债息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是抽得比较急的 特别比美债息 也涨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 是有点过浓的 就算你说 现在减了息 或者未来可能不减了 理律上不减 可能对美债息是利好 甚至对美汇也是利好 好了